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事有意思了 变形金刚 通过这个电影 我现在发现这个好莱坞大片啊 过去咱以为总是先在香港上映嘛 才到我们大陆嘛 这回我在香港看 我们说要做这个 我找香港到处海报是726 24 724 724 但是大部分都是726海报上隆重登场 但是香港的好多变形金刚迷啊 那家伙都不行了 就是渴望 但是我没看着啊 但你瞧徐老师多敬业啊 专门啊 跑到深圳 今天 我的学校呢 是在 这个西部通道 你叫深圳湾大桥啊 我的学校是在这边 所以你说 你说要看变形金刚呢 蛇口就已经演了嘛 我就西部通道坐过去看 我看了以后被人家笑死 为什么被人笑死 看出来以后碰到两个女观众二十多岁的在那里对我笑 说 徐老师 你为什么也来看这个啊 还很怀疑的 还很怀疑的看着我 没错 全场没有二十岁以上的人的 哎呦 你这让我想起 有一次有个乐队叫什么林肯帕克 你知道吧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 拿了票就去玩去了 到那儿就发现 全是十几岁的小孩 就我们几个老头 但是我们有个老头回家觉得儿子一听说 你去看林肯帕克 你去看他干什么呀 你得要我去看呢 但是他的年龄段非常集中 他也没有再小的 他都是 我看就是十五到二十这么一个年龄层 啊 这么一个年龄层 但是变形金刚年纪挺大了不是吗 七 一九七四年就出现了的 也许二十我把看小了 也许有些人现在长得年轻 对不对啊 很多人 他们说他们都是以人来看那个动画片 对 而且玩玩具 都是有历史了 有历史 我都经历过 这个虽然我没玩进去 但是好多人 包括像我这个岁数的人 其实变形金刚也成了他们的怀旧 就是那个东西凝聚着 你像我记得 什么玩石记忆 我的怀旧是什么呢 它跟日本有关系 什么资三次郎啊 你在台湾人你都不知道 当时我们演的那个电视连续剧 资三四郎 排球女将 雪怡 山口百会 你看那个时候是我们那种 追捕 你在中国大陆讲一句 高昌跳下去了 谁都知道 你就不知道吧 所以说变形金刚 他这次说票房最快的过了亿 才上映几天就过亿了 超过蜘蛛侠三 超过其他几个大片 我看到好多这个评论呢 总括起来一句话 就是说 我要骂你烂 但我还要去看 这是什么意思 徐老师 就是好看嘛 就你谈谈你的观后感 我也觉得好看 很热闹 他最关键吸引人的就是说 他那个变形金刚是一个机器人嘛 他这个机器人通过一个物理的原则变成了一辆车 这个变的过程呢 变得很科学 很实在 西方人就这一点 他虽然讲神奇古怪的东西 可是他重视这个物质感 就是说 他不是说神奇古怪 中国的传统就一个烟了 一个云了 他重视他物质的这个实感 啪啪啪啪啪 它变下去的这个感觉非常过瘾 啪啪啪啪 变成一辆车 你知道 美国电影 这是暑期片 暑期片的观众年龄呢 跟于丹轮宇一样 标准13岁 他们有界定 美国人有研究的 因为他这个档期 就是中学生放假的时候 他做过研究 这种电影你要卖座 就要吸引高中生 美国人他做过研究 他说年纪大的 有同居性生活可能不来看电影的 就是高中生的 为什么有性生活呢 忙着性生活不看电影 就是他们同居了 结婚了这些人就家里看其他的了 美国人上电影院最多的就是 13岁到178岁这个年龄 就是这个年龄最多 所以美国的所有的最卖座的大片 你看都是一个类型 蜘蛛侠 蝙蝠侠 包括这个 他都具备 包括哈利波特 你看他这些电影都具备几个最基本的因素 第一是学校 你看要有学校 同学之间 男生女生 然后要有外星人 大的 要有美国的国家主题 拯救 国家灾难 还有光荣的使命感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一些特别好玩的一些 他跟其他的这些片都一样 只是最特别的一点就是他这个机器 还有还有还有汽车 这男生啊 一个十五六岁的男生 在美国也好 在中国也好 高中最感兴趣的 就是女生跟汽车 没经验啊 这两样东西是最刺激 而这个电影 整个电影就是一个男生 要追一个女孩跟广美这么身材 长得也跟广美这么漂亮 还很野的 真是火辣身材啊 可是呢 他另外一辆车 就是这个车跟女人的这个 这个就把大家拉到电影院去了 哦 那我是属于 徐老师刚才讲的那个 已经同居了 又有新生活的那种人 所以啊 你去看不会那么激动 所以你看就是你弟弟去看 我弟弟去看了 我就没去看 但是 其实《变形》应该已经翻拍好几次了 电影啊 它已经拍了好几次了 但是这一次是那个大导演 Steven Spieper他拍的 监制的 所以可能那个场面更加浩大一点了 但是呢 我真的是落伍了 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个电影存在 像什么蜘蛛人啊 什么神奇四霞 然后这些我都非常爱看 我是一集接的 一集追 我连哈利波特都追 什么魔戒我都追 但我從來沒有追過這部電影 所以我是反其道而行 我知道這個變形金剛 是因為廣告的關係 我在滿久以前 有一個著名的運動品牌 他們把一雙球 就是讓一個球鞋 就變成一個機器人 機器人變成一雙很酷很酷的球鞋 然後還有汽車廣告 法國的某個著名品牌的汽車廣告 也是一個那個機器人出來 搭搭搭跳那個hiphop 跳跳跳 就變成一輛汽車 所以我是先看 先有了這些印象之後 我一直覺得說 這個應該是一些廣告創意人 創造出來的東西 就完全沒有想到 這個原來是一個漫畫一部電影 是從這兒吸血的 然後在電影之前放了一些廣告 這廣告都跟電影內容差不多 都是一個機器 變成一個什麼東西 但這個沒有版權的問題嗎 這個電影還有一個特點 我看見人家那個博客上評論 充滿了廣告 好傢伙 這個美國人怎麼做廣告 過去也就是說 你比如說 甚至還有人說 風向剛那個電影裡 他有廣告好多人就罵 就說你怎麼弄在電影裡弄這個呢 但是這次這個變形金剛啊 他們說實時 因為我沒看 但是我看一些這個引用 時時處處都在賣廣告 他主要是這個雪佛蘭嘛 那個怎麼翻譯 臺灣叫雪佛蘭 我們叫雪佛蘭 就是一個實字 是美國的 還有那個通用汽車公司的 它是寫明的 我這個電影呢 是我們贊助的 所以它裡面主要的那輛車呢 就是它這個牌子 開始很爛 後來樣子很好看 啪啪啪啪啪 那車是賣大眾車 這質量很多問題的車 在美國人都知道很多問題的車 但它有好多這東西 你看著還舒服嗎 這不大妨礙 因為它就是一個 你是玩具片嘛 這片子 你要講內容來說 沒有任何心意的 就是說 全部都就是玩具片 但是我覺得你不能因為玩具片 其實我們之前有很多很多的 好萊塢大片 那個像我印象很深刻的 那個Mission Impossible 它連著幾集的東西 它裡面 你在它去偷珠寶的時候 那個珠寶的贊助品牌 它拍那個珠寶 它不是先拍珠寶 還是先拍那個珠寶的品牌 之後慢慢拉拉拉拉下來 我心裡想 你也太誇張了吧 然後像那個著名的電腦 有那個水果電腦 他們贊助得非常厲害 通常很多鏡頭都是先打他們的logo 然後慢慢拉開一台電腦 所以我覺得 它裡面更加露骨了 它裡面有一個情節 是一個手機 放在什麼能量轉換 像Nokia什麼什麼手機 旁邊那時候日本生產的 他們說不是吧 那芬蘭做的嘛 哇哈哈 這不是這小姐了 連產地都把它倒出來了 對對 型號什麼都有的 我現在覺得這個 咱們可能是得適應這個時代 就從最初的這個批判呢 你不得不是 你像這個變形金剛裡 這麼多廣告 我那天看報紙 成都那邊電影院 還投訴呢 一對夫妻 說我們去看變形金剛 你這種大片的門票 已經很貴了 60塊錢 還讓我們享受了33分鐘 放電影之前呢 放了33分鐘的廣告 半個小時 他就說這個 有什麼道理啊 說你這個大片已經很大利潤了 你怎麼還要這麼搞啊 我就想起 你知道當年 我們還挺愛看的 叫什麼新聞加片 就是我們當年那個年代啊 放映正片 覺得占了便宜了 還給放個新聞紀錄片 毛主席接見一下 新聞簡報 還挺有意思 其實我覺得那挺好 就有些人遲到啊 他放個幾分鐘 他讓大家安靜下來 是吧 但是這回你看 全是商業廣告 所以我為什麼 我我說這個 頭腦裡完全是商業 消費 廣告 物質 機械 你看 這些東西啊 他這個是點 這個是最最典型的 後現代文化工業的操作 他本身的主題就是玩具 你看 變形金剛 而且你知道 這些玩玩具的人 他們把他當作真的 他那里面兩個壞頭頭啊 他你看報紙上 他都有幾代幾代 人家就研究他們的 這些東西幾代幾代 不是歷史人物 不是情況漢物 你在分析幾代 他本來就是產品製造 給他起了個名字 可是你知道這些玩的人 就已經異化了 就已經收購了 然後當他是真的了 當他是真的了 而且我聽說裡面 有一塊很神奇的生命之石 對不對 現在EBAL EBAL有賣 四萬美金 他里面 他的道具 他那個道具 拿出來炒 在EBAY上面 EBAY也是他們的贊助商 EBAY裏面也反覆提到 這個EBAY 我真的很感謝 我去年去那個 看意大利球 那個世界杯的比賽 跳就EBAY上買到的 咱們節目是不是也收了 EBAY的錢 沒有 槍槍三人行 廣告之後見 徐老師 看廣告沒看呆了 說跟電影星金剛里的女主角 長得很像啊 不是說我長得像金剛吧 那可能是你幾十年以後的樣子 不會的 沒有 是她十年前的樣子 徐老師形容 那個感覺像 像我二十年前的樣子 十年前 十年前 你就說 人人心里都有一個根 有一個懷舊的東西 現在通過變形金剛 人家大家在聊什麼呢 不是說 佩服人家拍電影啊 拍商業片 拍得多好 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現在說的就是 人家是怎麼 這麼能掙錢呢 就說這個商業 是它 它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說 多少個續集啊 你比如說哈利波特 他就能夠 一二一集 二集 三集 四集 連續的 就把這個哈利波特的 這個這個形象 置入你的心中 成為你的夢想 成為你的回憶 成為你的懷舊 你看變形金剛 又是這個 就你看 好好來 你想想咱們中國 過去有孫悟空啊 什麼當天空啊 但好像也沒炒出 太大的商業的 這個價值 沒好好拍呀 其實中國這類的 題材很多 木蘭你看 被人家一拍 拍得現在這麼吼 現在你跑美國去 人家別的不知道 木蘭都知道 對不對 保葫蘆秘密 現在又要重拍 其實是 我看好 我覺得兩點 它做的比我們的 大片好 第一個就是這個 電腦技術 我不是以前講了嗎 那個是哪一個篇呢 那個黃金獎 我說它畫的 跟真人一樣的 就是把 做得好像很多人來一樣 對 它那裡邊 這個電腦畫的就好 我一直在想 這個電腦技術 要是只是做成像 那個 那個 魔戒這種 一大堆人啊 那太可惜了 它裡面就充分 發揮了這個電腦技術的 我覺得它的長處 還有一條是什麼呢 它打得非常熱鬧 可是它的價值觀 是很正統的 完全無可爭議 改人嘛 最後就是 那個好的那邊贏了嘛 對不對 正邪分明 正邪分明 愛情忠贞 OK 國家有難 挺身而出 最後呢 就是 這世界 最後跟外星人 達到和諧社會 你知道這什麼都有了 而且他男主角呢 這個其實啊 我做這一行啊 看這些其實沒太大意思 我告訴你 不做我這一行呢 有意思 因為你知道 我寫個本書 那個引用那個 弗拉吉米爾普洛 一個俄羅斯的理論家 他做過一個研究 他把俄國的一百個童話 做了研究以後 拿出了一套公式 一九二幾年做的 後來變成形式主義的 一本重要的著作 我們就有學生 把他這個理論 套在金庸的小說裡 一模一樣 全套進去 他早就把你們這些作品的 所有的要素 比方說 一個王子 接到一個使命 出發 碰到個假王子 就尋找一個寶物 你看吧 他永遠有一個寶物 到最後勝利前的時候 就有個大的基地崩潰 一定有一個 很多機器的 當男女 男女拉著手 跑出去的時候 那個基地 就跟007末一樣 所有這些東西 我一面看一面 我罵自己 我說哎呀 你別分析了 被你這樣分析了 就沒意思了 你就看他的熱鬧吧 就看他 說說說他怎麼變吧 看來這個玩意兒啊 是一門科學 是是 而且人家早就分析過了 就是說 包括人的心理 你會看什麼感興趣 這個包括時間點 這個節奏點 我跟你說 我剛才為什麼問你 變形金剛這個電影 會不會流泪 會不會感動 有一個地方叫人感動 就是變形金剛進來 好像是很壞 很怪的嘛 可是他襲擊美軍嘛 那美軍打不過他 開始 但後來美軍突然制服了 其中一個 就是那個主角的那個車 把他制服了 好的還壞的 是好的 但是呢 美軍不知道他好不好嘛 用了方法把他制服 但是這個男主角 知道他是好的嘛 這個時候 這個男主角 跟這個被制服的 這個金剛就有一段 他當然是音樂造成的 這完全是音樂造成的 音樂造成了 使得你這個怪物 被降伏的時候 他突然有一種 憐憫的這種心理 然後呢 當然了 這個金剛也說了 人類不應該被消滅 就是 光美 我給你舉個例子 有時候也挺可怕的 就是說 假如說有一個人 他完全其實也沒有什麼真心 全是算計 但是算計的如此之準確 掌握你所有的生理機能 就你這種動物 你這種生物 怎麼樣你就會流眼淚 就是像當年是說 古代一個什麼人 就能令公怒 能令公喜啊 就有這個本事 說句話 讓你高興你就高興 讓你生氣你就生氣 但是你最後發現 他能算計出來 哎 要有這麼一個男人 在你身邊 你會為他迷倒 但是你也會被他擊敗 是嗎 我想一想 我身邊的男人 是不是就是這樣子的呢 個個都算計你了 是吧 你知道嗎 沒一個真相 一男一女被他們抓到了嗎 那個金剛在旁邊 就馬上可以分析出 這兩個人的生理心理情況吧 然後他在旁邊說 這男的荷尔蒙偏高 他想上旁邊那個女的 他說 哈哈哈哈 不是你看 我就跟那些 把兩個人說的很不好意思 就像徐老師這個高知了哈 我我我還不是這種 其實我就覺得呀 呃 大多數人喜歡看的片子 我都喜歡看 比如這好莱坞上一大片 老是說大家說好的 我都喜歡看 而且呢 轉時轉點的 你比如說我就說看蜘蛛俠 我都哭 你知道嗎 那沒 你要把心裡犯噁心 你也得哭 你知道嗎 你是生 你是一種動物 你被人家揣摩透了 你蓬勃的這個聲浪 蜘蛛俠後來有點變壞了 這是對他可惜 犧牲 犧牲和奉獻 有有有 替他可惜吧 不通勤他 活該啊 不是活該 我覺得那是一個必經的一個歷程哦 而且已經拍到第三集了 他不變壞呢 也沒也也不下去了 也也不下去了 對啊 就是說全是招啊 我就想去發現這好莱坞啊 他全是招 這個所以為什麼要適應時代啊 我們他現在看來真是凹了 這是落後 我們還停留在覺得說 這個得真誠吧 有誠意啊 有有什麼後來我發現 這就像一個情緒實驗室 你想好多 一群科學家在研究你 研究你這種生物 讓你 對 光美 他講的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們在評講的時候 我們在文學什麼打獎世界 就出現這樣的情況 有作品啊 比方有兩部作品啊 一部作品呢 他玩得非常之好 什麼理論都可以用到 但是呢 我們都可以看得出 他是精心計算的 高度理性的 而且他也告訴你 我是高度厚色的 我全部都是解构掉的 而另外一部作品呢 很多缺陷 可是他是病態 就是那種感情 就是很很政治的 我們比較老派的呢 就喜歡後一種 你明白 我們覺得藝術就是那種 要跟生命連在一起的 可是 可是也有一些人 就喜歡前一種 他覺得這 這就是現在 後現代的藝術 到底哪一個 我我我就是很難說 這個是個很重要的分析 很有意思 我現在覺得就是 這個人好像觀眾啊 受控 而且 而且有渠道 有招 可以琢磨你 知道你的死穴在哪 知道你的笑點在哪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你說他算計我吧 我還覺得看那些電影 挺受啟發的 算計的挺好 你就被他算計的很好 是很開心的 男人也是這樣 加強三言行 廣告之後見 你看這種視覺 光美是有一個理論嘛 說這個變形金剛 再次證明了 盜版爹不靠譜 是嗎 沒有我覺得這種片子 是打擊盜版的 一個很棒的 一種電影 你非得是排山倒海的 那個劇場效果 才能觀賞 是 你就算要買 你要看爹 你都要買正版的DVD 你才能夠有那種 排山倒海的效果 家裡還有個大 大便室才行 對 那也比不上 這個真的在電影院 絕對比不上 所以 徐老師 我不過呢 我 這種電影你進去看 反正你也覺得挺好看的 不過我最近有點懺悔 我最近逛了書城 深圳那邊 那個圖書館那邊 有個新的書城 書非常之多 而且呢 有音像制品 很多很多的電影 DVD 我突然發現 書呢 就算我的專業書 十本也有九本 我沒看過 可是 美國電影呢 十部有八部 我看過 慘了 我這麼一發現 我想找一些 我沒看過的地方 一看 它只是翻譯名稱不同 我其實這些電影 在HP 你認為這是知識分子的墮落嗎 墮落了 就是 太成問題了 我的知識結構變成這個一個問題 但重點是呢 同樣一個小婦人 她不同的版本擺了四五本 我翻開來看 每一本翻譯的都不一樣 這讓我有一種無所适從的感覺 選好的出版社 那假如你不知道這個意者的話 那就去選好的出版社 別找那些花里胡燒的 封面印的越花的 越不要 咱們不是聊變形金剛的嗎 怎麼說去 聊小婦人了 不 不就是 這是相關的 你有這麼多時間去看這樣的玩具片